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哎呦 你这干嘛呢 怎么还玩上火了呢 你这给自己上行啊 我这先学了一招 也叫针扎银交学能知痔疮 今天的第二条传言说的就是 针刺银交学 一招就能根治痔疮吗 来 针对这样一条传言 各位观察员们你们怎么来看 3 2 1 好 唐文利 这可能就是仅仅是个传言 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那个银交穴 但我总感觉到它离我们的牙龈不远 是不是 但我们说说我们这个痔疮是哪儿的病呢 是吧 它是下部的病 是吧 那么我们是不能用下部的病 是吧 把那个板子打在上部上 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其实特别同意唐老师的话 如果说这个血管用的话 那菊花医生不看菊花了 把嘴巴打开看看 那哪行啊 那针对唐老师还有林医生的话 三位医生怎么看呢 要不要喷它呢 喷 喷 喷 那还是要喷的 为什么要喷它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隐胶穴 隐胶穴在我们的口腔前庭 在上唇细带和门齿缝相交接的地方 这个位置就是隐胶穴 它确实就在我们口腔里面 但是为什么隐胶穴它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呢 因为隐胶穴是我们人体两条非常重要的经络的交汇处 哪两条经脉 一条是我们的韧脉 我们叫做阴脉之海 循行于我们人体的正前侧 人体的正中 一条是我们的都脉 阳脉之海 循行于我们人体的后正中 韧脱二脉它的重要作用就是调整 我们阳经和阴经的气血流通 隐胶穴是韧脱二脉 在我们人体上部的交汇处 同样 韧脱二脉也在我们人体的下部 在会阴部位进行交接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阴部位的病变 包括我们肛肠科的滞漏 它都可以反映在我们的隐胶穴位置 比如说在隐胶穴出现一些小的节节 或者一些小的滤泡等等 所以针刺隐胶穴对于治疗痴疮 还真有一定的作用 但我有个问题 你们说了那么多理论 痴疮通过这个隐胶穴的针刺 达到了一些效果 在临床上有没有看见过呢 肯定有的 这个是我们自己在临床上 曾经遇到这样的病人 他门诊来就诊的时候 肛门坠胀疼痛比较严重 另外呢 有轻微的出血 然后通过针刺隐胶穴以后 确实能够缓解他出血的症状 以及肛门坠胀疼痛的情况 能够起到一些计时的作用 比如说他现在疼痛特别厉害 你给他挑完呢 可能立刻就疼痛大减 神奇 又学了一招 又学了一招 那其实我也听说 除了银胶穴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穴位 我们来针刺的时候 也是有用的吗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 就是我们中医里的 非常经典的痔疮的一个穴位 就是成山穴 成起一座大三的这个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穴位 就是大家在这个 日常的生活工作中 都可以随时摸到这个地方 成山穴你才在哪儿 在脚底吗 成起一座三肯定在你腿上 在哪儿 来 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是在非常肌 然后侧脚交叉的这个交叉点 从下面往上推 推到这个肌肉的中间 这个凹陷的这个部位 就是这个部位 我们每天可以自己按揉这个部位 或者是按揪这个部位 都可以 点揉 真揪 按揪 都可以的 对 还有一个叫背刺是吗 对 对 这个背刺的话呢 我们在临床上呢 也是做过观察的 就是在背部找一些反应点 找一些这个丘诊 结结呀 就摸着它 然后用那个三浪针挑一下 也是能够起到很快的 缓解质的症状的这种作用 到底背刺怎么做 来 咱们去看看 好吧 好的 去看看 这个背部的挑治法呢 是这个治疗症 非常简便 有效的一个方法 这个主要适用于呢 轻度的这个痔疮的便血 以及这种坠障疼痛 但是呢 这个家庭里头呢 我们不建议 因为有一些这个失营症啊 和禁忌症啊 这是需要大家医生来把握的 首先我们说这个背部的反应点 如何寻找 这个反应点呢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后背的 这个正宗的像督脉 然后两侧的这个膀胱 这个膀胱 巡形的这个位置 它主要表现呢 这些巡形部位上的 这种红色的这种秋疹 或者一些比较大的颗粒 或者是结结 这种比较明显的位置 就是我们操作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在这个反应点上操作 把这个秋疹 我们先消毒 接下来就挑刺 先把这个局部的皮肤啊 然后捏起来 捏起来之后 然后再局部 然后挑 挑到皮下微微出血 一般的不太疼 然后挤出少量的血 为什么说要在这个医生来操作呢 因为有一些禁忌症 像一些这种糖尿病 血糖控制不好的 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啊 和一些其他的 影响凝血的这些疾病的这种病人 我们不建议应用 现在我看啊 刚才这个背刺 好像看起来挺吓人 但是其实疼痛感没那么强 没有什么疼痛感 而且它主要的就是 缓解痔疮的一些症状 对 好 谢谢 谢谢林医生 我们再回到那边继续来讨论啊 那戴医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啊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背刺 以及您刚才说的这个成山学 我们有没有什么禁忌人群 还是大家都可以每天来做这个呢 这个不是说每天做的 我们基本上做完了 能够症状缓解 缓解 就可以了 对于一些这种 出凝血障碍的这些人 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然后还有一些高龄的 比如说有这种脑梗 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病死 那么吃着这种抗凝的药物 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不建议做 这条传言呢 三位医生都已经给我们 讲解得非常清楚了 这个针刺银胶学呢 是可以起到缓解痔疮的作用的 但是确实不能是一招根治 同时呢 刚才戴医生也给我们分享了 如果您出现这种 痔疮急症的时候呢 还可以去按揉这个成山学 也能达到缓解痔疮疼痛的 这么一个作用